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妻子的家庭有诈骗争议 而从宣布交往到结婚 一直收到粉丝们网友们指责的一声音 4月12号,幸好两次在IG上传了3768字的长篇立场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重点 首先,对不起因为妻子家里的事情而爆发的报道 很多人因为这些而受到伤害 就是因为这样,有粉丝还拦着我不要结婚 就连跟我亲近的友人们都劝我分手 我真的感到很郁闷 我的妻子不能选择父母 怎么能因为父母的事情就分手呢 我不奢求大家祝福以森里结婚 但是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我会跟以大人一起喜庆污名 这是我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 以后我们会以厂还的心生活下去 也就是说会一直关注有需要帮助的人 就连婚礼的礼金也全部捐出去了 但是这种行为也被大众们取解误解 接着以森里也公开点名了两位记者的名字 直接反驳他们写过的报道 蔡新记者您好 如果您有打电话到公司确认的话 如果能问一句,请问是事实吗 我们也能好好地给予完整的答复 我现在有新的公司 还有一位一起工作了10年的经纪人 如果以后您要写新闻 可以先联络一下吗 拜托了 这位记者曾经报道过 已达引一家 撕托260亿元的新闻报道 以森里强调这些不是事实 而另外一位被点名的记者 以森里暗直跟前经纪公司 呼口娱乐勾结 而这个记者曾经写过了一篇 危机关联很差的以森里 以森里不该陈情在 新婚短暂美梦里的报道 以森里正面回应这位记者 记者大人 我会告诉您背后可怕的幕后事实 如果需要追加采访 麻烦您跟我联络 总结一下以森里的发文就是 关于妻子家的很多新闻都是假的 而因为受到假新闻的影响 自己与妻子家人们 成为了网友们指责的对象 前经纪公司 呼口娱乐也参与了操控舆论 自己想要正式反击这些 不实的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子女虽然无法选择父母 但如果利用父母 非法所得钱财生活的话 最起码要对受害者们感到抱歉吧 如果不需要的话 卖过自己的子女们 也没有理由要被骂吧 那些不是经纪公司买的水倦 是大众们真的不喜欢 他怎么却把这些当成是阴谋呢 这样的不应该是妻子发文说 不要连我丈夫也骂了 这样吗 果然是前经纪公司 给他打造的形象很好 越来越丑陋了 对于记者们的行为是可以批评的 但是岳父确实被判了有期徒刑啊 有关那个事件的很多影片 现在也能在YouTube上走斗啊 一次你跟前经公司也是那样 是这么容易被扑啊的人吗 自己为什么要被骂 冤枉的话 不应该是自己先去理清一下事实吗 怎么能只相信当事人们的话呢 结婚不到一个礼拜 女婿就为了妻子家庭 一句一句在解释 也真是在搞笑 还不如什么都不发 形象真的更毁掉了 你都没有为那些受害者们着想过吗 是因为你现在也是那家的人吗 在韩国四个论坛 没看到几个正面的留言 所以对于伊森基的长篇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有很多人留言的一件事情 4月12号 一位网友在推特发文表示 Teyona在夜店跟女生们很有趣吗 粉丝签名会结束后就去夜店了 第二天去美国 在机场累到无法好好打招呼 然后上传了几张被执意是Tubato Taehyun的照片 因为照片中的男性看似是有点像 Taehyun 而且也由于女性身体紧贴的照片 所以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争议 虽然一开始有部分韩国粉丝们表示 这不是Teyon而是一位韩国直播主 但是那位直播主很快就亲自发文表示 不是自己 在论坛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目前为止 所属公司嗨部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又不是海外 既然能在国内也不带个口罩去夜店 当天去粉丝签名会的粉丝们应该会很失望吧 但是很奇怪的是 她是爱的为什么会公开这脸去夜店呢 是以为没人会认出她吗 甚至连帽子口罩都没带 会不会真的是长得很像的人呢 为什么Bikitt不做出任何回应 真的让人感到非常沮丧 不仅仅是在夜店被拍到 而且还有两个女生 今天在她身上的影片都被拍下来了 这真的是在干嘛 真正做坏事的是 偷拍这些发到推特上的人 怎么没人关系这些呢 而且说实话 就算这真的是Teyon 她没有霸凌也不是未成年人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如果是女爱毒的话应该就完蛋了 真的非常讨厌韩国人 只针对女性激情过分的攻击 甚至还用几年前的正硬跟照片来批评女性 如果是悄悄的谈恋爱被曝光也罢了 毕竟已经是出道几年次的艺人 粉丝们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是Teyon的话 以她的性格早就应该发文表示不是自己了吧 偶尔可以毫不掩饰地放松一下自己去环节压力 而且这次韩国也没有带口罩去 相比那些在暗中偷偷地去酒店狂欢的人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不是她的粉丝 所以很难产生共鸣 只是觉得大家的反应很夸张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外国粉丝们认为 韩国粉丝过于干涉爱抖个人隐私的原因之一吧 在国外看来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一次普通的娱乐活动而已 不过 因为现在只是有几张偷拍的照片 公司也没有做任何回应 所以也有一些网友们表示 应该先要占中立才对 不过 说实话 虽然在韩国饭圈论坛 也是有一点点像这样正面的留言 但是负面的留言 几乎占了90%以上 对于铁阳被质疑去了夜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铁阳被负面的留言 谢谢大家